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父亲结 而且我最近发现 你说作为一个父亲 心情能有多高兴 你比如说那个世界杯 我就听那个解说 头一场比赛 德国克劳茨 他有俩孩子光光击进俩球去 你想那个心情 这父亲都疯了满场转着圈跑 还有一个 我发现了好几个 还有一个是阿德里亚诺巴西的那个 就是喜得贵子还是贵女 就是说刚知道自己得了孩子了 光一脚又进了球了 双重射门成功 你说 对 所以我觉得爸爸其实 台湾人常常说 娶婆子是孕气最好的时候 就是娶妻之前 跟生小孩之后 是一个男人孕气最好 气最旺的时候 做什么事情都顺 哎 我们这个这儿 北京这儿说什么呢 怀孕 女的孕气最好 孕妇嘛 孕妇 孕来了 对 我们这儿就有一孕妇啊 就打那个桌球啊 卡住了吧 打不到吧 非但没有 她怀了孕之后啊 所有的男的不是她的对手 气气十足 你想那是俩人在打 对 没错 没错 二比一 两个人在打 是 那咱这说球呢 现在天天都看球啊 我给你们看看 阿宝可能就感兴趣 因为说到这个怀孕嘛 你比较有心 父亲 你不是要说父亲 能离得了父亲吗 极大秋星 你瞧瞧人那孩子生的 我给你们来展览一下 大秋星的孩子 你瞧 漂亮 他长得好像麦特戴蒙 巴拉克的爸爸 他们找的老婆都漂亮了 这种加起来就长成这么个怪样子 什么鬼 挺可爱的 杰拉德 他爸爸也帅 孩子你看有点兔醇嘛 没有吧 嘴巴翘了一遍 整过的 对 然后我们再看欧文的 你看 这就是帅哥 你发现没有 帅哥爸爸 这女儿呢 其实长得要照我说呢 不是算美人胚子 你说呢 阿宝 长得多少有点像红小刚好像 哎 马拉多纳的 他女儿挺甜美的 马拉多纳的女儿 最近马拉多纳说什么呢 说女儿是我的新毒品 他以前吸毒现在戒掉了 他戒掉毒品完全是因为他女儿 每天半夜给他打电话 你在家啊 你乖不乖啊 完全把这个当爹的给感动了 过去有个词叫浪子回头嘛 现在是浪妇回头 浪妇回头 你看这算浪妇吗 这个我跟你说非但不是浪妇 贝克汉姆 这是模范丈夫 据说是 现在英国 你知道阿宝评出来了吗 大主教都表扬贝克汉姆 说是现代模范经典父亲 所以我最近呢 对贝克汉姆观点呢 有改变 我过去啊 其实咱不是球迷 他不了解他在球场上 我觉得他就是个花花公子 或者是他跟他老婆家一块是一爆发户 是这么个印象 人有时候外在的表现呢 和他的本质正好是相反的 因为一个人太纯洁 太老实了 有时候故意表现的要花 这是很符合心理学那个自我平衡的这个规律 说我呢 说我呢 那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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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特例 但我特别喜欢刚刚贝克汉姆那张照片 因为它是一个很人性的呈现 因为一般来讲 谁是很兽性的呈现 不是 因为我们都觉得贝克汉姆很帅 然后又娶了一个漂亮的老婆 他其实就是感觉上就是上流社会一切的代表 花的钱 开的车子 穿的衣服 代言的商品 但那张照片其实他脸有点扭曲 你会发现为了小孩 一个男人可以放下所有在他身上的 不管是束缚啊 枷锁啊 或者是一些外面的屏障 而变成一个看起来真的很像人的人 所以我觉得那张照片对人来说是加分的 照你这说法 没当爸爸的男人都不太像人 也不是这么说 不太完整 但是你看我真的那天看球啊 咱看英国队 咱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这个还没放开 还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的感觉啊 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这个风格 你看这个那天我看英国队是跟谁踢啊 我就觉得像英国绅士啊 你发现他们很少说骗个点球啊 还是身体碰撞 英国人很少搞这个 那就老老实实这么踢 而且我就说为什么我对贝克汉姆改变印象啊 我发现他在球场上啊 反而是个大将风度 很沉稳的人 而且啊你看他踢的那个弧线球 你知道这导致英国队进了一球的那个球 我看了我看 看了吧 我看了我看了 你想他一个弧线 他一个弧线球 你还没这是球门 他一个弧线球几乎是这样扫过整个球门 你想他简直就是这进攻队员多方便 这个球就给的多体贴 好的助攻嘛 就像他把那进攻球员当他儿子一样 就那么体贴 任何一点上 把他球员当儿子一样 就是说你看一个一个一个这个这个 当最好的兄弟啊 当最好的兄弟 这其实是一种深沉的爱 因为我们平时这个人啊 很容易去那个赞美母爱 母爱为什么呢 因为母爱很普遍 很容易显露 很容易被发现 没错 这个父爱呢不容易发现 父亲往往是这个表现的很严厉 对子女经常是训斥 真的爸爸都是这样子 像我爸爸从来不在我面前称赞 我啊我弟弟啊 不管我们在外面做了什么好事跟坏事 他都是不苟言小的 他往那儿吗 对他都是别人告诉我们说 其实你爸爸对于你上了枪枪三人行 觉得挺高兴的 没错 你说没错 好的父亲啊 就很少去表扬自己的孩子 就像好的导师 很少表扬自己的学生一样 你记得那个著名的那个 肥水之战的典故吗 前方将士打了大声仗 谢璇在这里下棋 捷报传来 他这个不动声色把其吓完了 人家说发生什么事了 他清高淡写的说一句 小而被大破贼 孩子们打个胜仗 其实肥水之战呢 改变中国历史的一场战斗啊 他说孩子们打了胜仗 那心里的狂喜 其实都压抑下来了 但是一出门 搬了个跟头 一出门搬一跟头 你说这个 我就想起啊 我父亲 你说孔老师最近这个高考啊 该那个填报志愿了吗 我心里想 说现在这个父亲节啊 实际我觉得这个父亲节是个 对许多爸爸来说 是个沉重的父亲节 我为什么想起我爸爸啊 你知道对于一个犹豫不决的父亲来说 帮孩子报志愿 他得多么沉重 而且就是像你说肥水之战 我为什么想起我父亲来了呢 当年那也是风云色变的 真是色变的 武汉大学本来招了我了 但是临到发通知书的时候 他们招生中心呢 在邯淡 我们家在石家庄 突然通知我说 你他报的是新闻系啊 新闻系可能搞电视 你的这个体检表上 你这个邓文涛啊 是色弱 色弱 我们家孩子色弱 这色情方面比较弱 后来我发现有逆反心理 突然你就反过来了 就说色弱 后来就说这东西我们不能要他 当时我爸爸脸刷就白了 然后就说呢你让你的孩子到邯淡来 我们再检查一次 就是他到底变色能力如何 别人都是黑白电视呢 怎么进我电视台呢 哎 后来你想我爸爸当时就像你说的一样 他是那样的人 我知道他心里吓成什么样 可是表面上不动声色 最后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从厂里的医疗室啊 拿了一个那个色盲本啊 说孩子上课吧 把他背过 背 你知道当时 我还是吃过色的小灶 你是这样 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马上就得坐火车 人家让我们去 从十二桩到邯淡 两个小时的时间 车上还没坐 我记得我爸爸就 我就记得紧紧抓着我的手啊 一路上抓着就看 因为这个色盲 你知道吗 我们看这个色盲本啊 也是个东西 你们看是个牛 我看可能是个鸡 不同的东西 对吗 但是就是他就告诉我 而且色盲本是没有叶码的 我爸爸是画画的嘛 就就出身的啊 原来画画 所以他就让我记啊 每一页左下角 那几个几何方块 就这么记 他说你看这几个方块 就图像这个记 这就是个牛 这就是个什么 结果到了邯郸 武汉大学那女老师还挺漂亮 拿本子 然后翻 我全部背下来了 他说哎 你不是色盲啊 可以 结果就上了 到学校一报到 一击检又是色盲 但是一上了 所以没办法 对 所以我爸爸当时就是这样 就是泰山崩于前色不变的 把色盲本背过 所以我爸爸是作弊的始祖 不要再强强 如果是孔老师 你会做这样的决定吗 我不会 因为这个爸爸的爱是一样的 但是呢 他表现形式 他可能不一样 像你爸 这就是过分操劳 有点像朱自清他爸一样 我老想你背影 刚才你说 像你朱自清的背影 其实我爸不是这样的 我爸那过得特潇洒 我爸从小不操心 你高考报志愿的时候 你爹不为你 别说报志愿 我考大学这事 我爸都是从他久友的口中知道的 久友 因为那个恢复高考之后 他也知道天下有考大学这回事 就没把这事跟他儿子联系到一块 到了高二的时候 有一天我爸跟外边跟人喝酒回来说 你这个考大学是怎么回事 他这时候他知道我要考大学 我就说考大学怎么怎么回事 给他讲 然后我家就住在哈尔滨公大对面 他说这个公大你能考上部 我说公大我不习得去 我爸就懵了 这公大你还不去 你还要去哪 他对大学是很不了解的 就说我们家 我爸基本上不管我学习 没有给我买过一本参考书 但是一到我开家长会的时候 他穿得整整齐齐去了 为什么 他知道老师要表扬他儿子 他弄个好做 做那块 等着老师点他儿子名 其实他当爹的那点心情 都能够体会出来 做一个天才的父亲 多省事只管当九中先好 我爸爸也是一样的 因为我当然因为他在香港 我在台湾 所以我的学习他都也从来没有参与过 他只有参与过一次 就是我的高中毕业典礼 因为我想说读到18岁 那他也供养了我18年 我毕业了 我该通知他一生 那其实我只是一直一直跟他讲说 好啊你女人要毕业了 告诉他说 你这个钱没有白付 我真的把书念完了 但他竟然跟我说 他要来参加毕业典礼 我其实那下我真挺高兴的 因为我爸很少参加我的任何 其实他我的家长会啊 或者是我从小学到长大的任何表演啊 毕业典礼 他都没来参加过 就那么一次 哎呦 那个时候真的挺挺挺妙的 夏天 因为毕业典礼都是夏天嘛 他为表示隆重 他那时候还留长头发 为了表示隆重 穿了很厚的西装外套 所以呢就看到他一个人家长坐在后面 其他人家长穿的挺轻便的 他一个人站在那狂流汗 但也不太好意思去擦 因为他觉得他有家长的威力 那他去了不轰动嘛 这这么有名的人 但你应该没 你没想到的是 因为其实我的学业成绩还不错 所以就是大家都把焦点放在我身上 对 他就抢了这个老曾的这个风 我爸后来告诉别人 我也是从别人那边听来的 他说他第一次真切的感受到 原来他是曾宝怡的爸爸 因为别人都会说 啊这是曾志伟的女儿或者怎么样 他第一次真切感受到 啊原来当曾宝怡的爸爸是这样的 因为那那个时候不是我要跟你讲 就那个时候六科的那个学习成绩 我有五科是第一名 所以我他们那个时候颁奖 比方说博语 然后上去领奖了之后 班数学 我又从舞台的左边下来 又从右边绕上去 然后英文又从左边下来 然后到历史地理 这样一直绕了绕了五圈 然后呢 我觉得我爸其实心里挺高兴的 因为都会有家长偷喵说 哎三宝怡 然后偷喵一下 看爸爸高不高兴 我爸就这样 那假装没事 假装没事 小儿被大破贼 对 还是那个意思 小儿被大破贼 那最重要的是 他后来告诉我说 他本来准备了一篇讲稿 他想说他是明星 应该会有人请他上去讲话 但是那是学校的颁奖典礼 也没有人想说要找他去 他觉得这辈子第一次被冷落 原来是这种感觉 有意思的 有意思的 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讲到这个父亲 孔老师倒是提到当年曾经红积一时的一张画 就是那个著名的画家 这个罗中立先生 他画的一幅著名的话叫父亲 我呢 这个像咱们这代人年轻的时候不太理解这个父爱 但是你再不理解父爱的人 你看了这幅画 看那张宝金沧桑的脸 他可能就代表了天下所有父亲的那个形象 咱们来看看 看看这个当年这个罗中立的这个父亲 绝对震撼 绝对震撼 咱们再看看另一位父亲 你看他多少 这是九肉父亲你知道吗 非常正常 但是这个曾爸爸呢 一看是个典型的好父亲 他把沧桑是藏在心里的 典型的一个 他装成很潇洒的样子 其实啊你们刚才讲的你们父亲的这种经验呢 我在我们一个农村的家里农村的同事那听到过 就你说现在说考大学 他们村 他清晰的记得是两次惊诧 他到这个县里的一去看榜 然后看到自己考上了 回家的路上 在填梗上 先是碰见他 其实他平常成绩不好 他初中老师觉得他成绩不好 碰见他初中老师骑这个自行车 啊问他怎么样啊 考上吗 他故意装作轻描淡写 说考上了 话音刚了 他只听哗他一声 那人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了 就惊到这个程度 然后到村口碰见一大嫂 大嫂说考上了吗 他考上了 就啊一声一回头 大嫂不见人影 就是接接着就满村啊 敲锣打鼓啊 就敲锣打鼓就高兴成那样 考上这个事是非常重要的 在村里啊就出个大学生 而且就就是发现什么呢 父亲原来还打他 原来还在农村里很多父亲打孩子 自从知道孩子考上大学之后 父亲不打他了 不但不打他 就是这个父子之间说话呀 已经有了对成年人的某种敬畏感 觉得我儿子就是 你知道吗 这种关系就变化了 你说穷啊 你现在农村的孩子 按说接下来就是得花钱呢 但是父亲还是笑着的 父亲还是高兴的 你知道我还想到我们有一个节目叫什么冷暖人生啊 就做过当年河南艾滋村 有个大学生 考上大学了 没钱嘛 父亲也有艾滋病 你知道吗 但是父亲很高兴 很高兴怎么供他上学啊 不是那个政府给那个艾滋病 这个农民啊 发那个一个月发一个卡 大概一百块钱 凭这个卡就去领这个药嘛 结果他父亲就想什么辙呀 就到处给人借啊 还是搜集这个卡 这个卡好像还能转卖 地下的吧大概是能卖个三十块钱 收集一大堆卡就卖卖这个东西 也要供儿子上学 你看在村里啊 那个这个意义啊 这个父爱的知识 有时候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这个母亲就怕孩子吃不饱啊 看孩子受伤了 掉眼泪啊 这个父亲好像不太关心这些事 他关心这是这孩子的一生啊 光宗耀祖啊 是中国人的这个梦想 为什么这个父亲对孩子这个考试这么关注呢 啊 我刚才想起一个典故来啊 就是著名人物林则徐 林则徐小孩的时候啊 去考秀才 个小啊 他父亲就把他架在脖子上面 骑在脖子上面进考场去 那别人一看这车和体统 怎么骑着父亲啊 其实有一个人就是难为他 有一个人就喊说骑父坐马 贬低他 没想到林则徐的小孩张口达到 妄子成龙 哇 一下就把考场就震了 绝对 绝对 一下子把考场就震了 而且他一下就把这个父子这个关系说的特别好 这个父亲为什么让孩子骑在脖子上 不尊重自己 好像是拿父亲当牛马一样 其实他心里是妄子成龙 我跟你讲 我觉得我们的很多父母 就包括我父母在内 我觉得在中国特殊的一个一个一个阶段 就基本上可以说老实人呢 他这一辈子大多数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角色 甚至可以这么说 往往是怀才不育 育育不得志 你就从小就听他们啊 我就感觉从小听他们分房子分不着 平支撑老给人刷下来等等 不会搞关系 就等着他一辈子他头头碰着黑 但是你比如说就全在孩子身上 就动不动就说一考大学 其实我觉得压力很大的 你知道吗 就是说人生生生生孩子上北大了 人生生生孩子上复旦了 对对对 老跟你说这个 可是我就发现啊 当我考上大学之后起 厂里的事 他们不大议论了 人生啊 对他来讲 上了一个跨越 上了一梯梯的那种感觉 变成像个世外高人了 就不在乎这些了 因为我一辈子最重要的投资 开始有回报的希望了 就跟那个大中马跟小中马说 你就是我最好的作品 是吧 他有了小中马之后不用再写什么小说了 你是我最好的作品 对 你认为茶花女是你写的 也算是我写的 对对对 这是当地的心态 对 你们也是我最好的作品 不是 我说枪枪三人行节目 这个是 是咱们最好 对对对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最近网上发了个帖子 听说有个东航空姐自称 说他在飞机上 碰见一位老人 老头 这老头不吃飞机餐 问为什么 他说我没钱 空姐说是免费的 他拿过来 但是还不吃 问他干什么 他说我要包起来 留给小儿子吃 然后下飞机的时候 还给空姐下跪 说终于碰见好人了 这很多人很感动 但是也有很多人 怀疑就说这个事 是不是真的 因为他怎么买得起机票 对 可能是别人给他买的 可能是别人送他 从来没坐过飞机 不知道这个事 我有一个旁证 我父母亲就是这样 他们坐飞机 就是这个饭 他留下来 因为他觉得飞机餐很好吃 他要给小孙子吃 你知道吗 就原来农民出身 就家里过一辈子穷日子的人 所以我就跟你讲 阿宝 我就曾经讲过 人生有一种眼泪 是没有哭的眼泪 我留过一次 就是他们到深圳来看我 我一想我狠狠心 我给他们老两口 那么大岁手 我买公务舱 是吧 但是我到深圳机场 送他们的时候 俩人背着包 跟俩农民似的 就在往里走 明明那个公务舱休息室 就是一进门就往左拐 我在后边喊 他们看不见 一路汉包 就往里乱走 他没坐过那种公务舱 后来我就想起 小时候他们就跟我说 农村步行多少里地上学 背着一口袋 那个窝头和咸菜 我就觉得他们这一辈子 就是 所以后来 他们走了 我坐在车上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一摸 满脸都是泪水 就是那种感觉 有时候从平凡的父母身上 你更能发现大爱 你刚才说的 我想起一个电影 陈凯哥拍的孩子王 里边有一个小学生 叫阿福 他写的作文 叫我的父亲 那一段朗诵特别好 阿福说 我的父亲是世界上力气最大的人 但是父亲说 我的力气没有阿福大 因为阿福在读书 哎呀那一段特别感人 哎呀这个好 你看这么没有文化的人 说出这么有哲理的话来 所以你就知道 当年你知道 有一个给打死的大学生 在广州叫孙志刚 孙志刚 我采访过他父亲 他父亲讲起这个事情来 说的是投资 说我供养这么一个大学生 借了全村几十户人家的钱 才供这么一个大学生 结果你给打死了 这是 给打死了 孙志刚 这换落 集完 集完